好 插播一项最新的离奇死亡事件地点在宜兰的汽车宾馆当中有两名男士就在汽车当中烧炭自杀 但是他们是相约自杀吗?彼此的家人却说他们互相不认识 车子的后行李箱打开 里头放着已经烧完的木炭 而车内的两名男子没了气息 他们到老远从新北市土城开车到宜兰投诉 但退房的时间到了 人却迟迟没有现身 旅馆人员来敲门 两名男子就是没回应 打开门一看 员工看到了两具尸体 瞎得赶快报警 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会吓到啊 员工真的吓坏了 两名男子相约自杀 还各自留下遗书 其中一名王姓男子 30岁 只写着请哥哥好好照顾家人 而另一名谢姓男子 28岁 在塑胶工厂上班 这是对家人说 对不起 因为在外欠下大笔债务 没有能力还钱 但两人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又相约寻短 遗书内都没有提到 警方赶快通知双方家人 才发现两名男子都住在同一个社区 是邻居 但家人都说根本不认识对方 不过警方根据谢姓男子的遗书 怀疑两人可能是欠债 被逼债才会想不开 只是看到亲人写下的遗书 家人无法接受 为什么自己的小孩这么傻 走上绝路 记者张正慧 宜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资 Ultimate课ifique 请不吝点赞 recommen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